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乌克兰方向最新的消息 那么今天呢,河特斯方面证实乌军在夜间对克里米亚发动了无人艇的袭击 那黑海舰队呢,遭到乌克兰的这个无人艇袭击 乌克兰方面也公布了这个无人艇袭击的画面 昨天呢,实际上呢,对塞瓦索贝尔的这个乌军的袭击呢,是从凌晨开始啊 乌克兰编队呢,对克里米亚半岛进行了联合打击 乌军的首先是出动无人机 出动无人机呢,对费奥多西亚 费奥多西亚俄军的一个油库进行轰炸 俄军呢,随后将无人机击落 随后呢,对黑海舰队以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位于切尔莫尔斯科叶方向的这个基地又进行了袭击 乌军呢,试图发射一枚海防星反舰导弹,打击俄军的军营 俄军呢,进行了反制 导弹呢,落在了附近的海域 与同时呢,四艘无人艇随后进入乌兹卡亚湾 四艘无人艇 目标呢,是打击驻扎在乌兹卡亚湾的黑海舰队的船只 在这个位置 那据初了解呢,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从这次袭击的情况来看呢 乌军已经进行了多种武器配合的实验 也就是乌军的使用导弹 无人机,无人快艇 空中,海下 以使用导弹来分散俄军注意力 那俄军的防空系统呢 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防御 海防星导弹的时候呢 乌军发动了海面的袭击 也就是出动这个无人艇 这样的话实际上呢 对俄德斯方面来说呢 它不光要在空中进行拦截 在海面上也要进行拦截 就增加了俄军防空系统这个负荷 这次袭击呢 没有造成人员伤 那现在俄军判断呢 经过两年啊 在黑海方向这个积极的行动 乌军已经掌握了俄黑海舰队 行动的相关的这个特点 以及呢 对俄黑海舰队呢 在克尼亚方向这个部署情况也了如指掌 所以呢能够非常精确的对俄黑海舰队防空系统 它的整个的部署特点啊 以及部署的位置进行有效的安排 才能打击如此有效的打击俄军黑海舰队的目标 虽然没有成功 但俄罗斯方面判断 乌克兰方面呢 实际上已经有效的对黑海舰队 特别克里米亚方向 陆地啊 以及海上目标能够进行情报的掌握 俄罗斯方面判断呢 乌军在克里米亚北部地区呢 有大量的间谍人员 包括一些民兵组织 也就是说游击队 俄军判断呢 在克里米亚半岛有大量的亲乌克兰民众 这些人呢 平时呢 是生活在克里米亚半岛 但实际上他们呢 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 并泄露俄军在黑海方向防空系统 以及作战舰艇的相关信息 而且这个信息是实时传输的 他们可以帮助乌克兰武装 们的确定俄军防空系统和阵地的位置 那个增加了未来打击克里米亚的风险 那昨天夜间的打击重点呢 是出动快速啊 而且非常激动的无人艇 这个无人艇呢 之前说过啊 是半潜式 这个半潜式无人艇呢 可以有效的打击 俄军黑海舰队水面 那么这一次呢 乌军虽然没有打击成功啊 但俄罗斯方便判断呢 乌军呢 通过这次袭击呢 可以测试俄黑海 俄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这个北部 它的整个暗防情况 也就是说你的暗防情况 乌军如果大规模登陆的话 你的海岸防卫情况 包括防空系统部署情况 都可以进行一次有效的测试 另外也可以打击俄军在黑海方向啊 它这个士气 那在赫尔松方向呢 昨天也有最新的情况 乌军呢 在克林基方向啊 乌军这个登陆行动啊 开始扩大 乌军现在呢 沿克林基方向向南 进行这个突袭 这是乌军越过第一波河的画面啊 昨天呢 在第一波和克林基方向这个战斗呢 非常激烈啊 乌海军陆战队 打击群和突击分队呢 沿人口稠密地区啊 进行这种 大规模的作战啊 由于作战呢 乌军现在呢 在南部地带的森林啊 将已经取得了这个控制权 乌军你可以看啊 它的装甲车可以渡河 可以直接在水上 在河上啊 渡过第一波河 那乌军呢 占领了多处啊 在克林基南部地区占领了多处这个俄军阵地 乌军 那在战斗中呢 有三个突击分队啊 遭俄军伏击 乌军损失呢 是11人 俄海军陆战队呢 还是在克林基方向啊 进一步的进行防御 在赫尔松方向呢 现在俄军呢 出现几个问题啊 俄罗斯媒体也经常总结 首先呢 是乌克兰部队呢 虽然缺乏电子战无人机 包括不能在定一波河上空进行自由的飞行 也不能深入俄军阵地呢 进行侦察 也不能给火炮进行指引 但实际上俄军的无人机也很难靠近定一波河方向 因为这个乌军呢 也有反反无人机技术 特别在克林基方向 乌军控制一定区以后呢 他会部署这个反无人机武器 这样俄军呢 在定一波河方向 俄军在定一波方向 如果想靠近定一波河进行侦察的话 未来这个无人机 也很难发挥效果 就靠近克林基方向 靠近定一波河方向 他这个无人机就很难到达这个区域 很容易被拦截 所以这也是俄军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乌军渡过定一波河以后 造成俄军的无人机对定一波河整个的登陆情况 乌军渡过定一波河情况 受到了压制 特别无人机的侦察 只能使用卫星 还有有人驾驶的战机进行近距离侦察 那由战线较长啊 这个防空系统漏洞可能会导致乌军的进攻突然性 容易被敌人利用 那乌军的空军啊 甚至可以试图飞越地一波河 对克林基方向的部队的进行支持 而俄军的防空系统呢 反应就相对来说迟缓 那现在呢 在地一波河对岸克林基方向 乌军这个扩大的占领区 可以为下一步呢 乌军的海军陆战队大规模登陆 那建立登陆场 所以这是现在整个地模河方向啊 俄罗斯方面判断 未来乌军大规模登陆 乌军的几个主要方向 一个是克林基 一个是新卡霍卡 通过克林基扩大 在南部地区控制 可以看啊 就沿这条黄色的这条公路 到达这个P4期 看到到达P4期 然后切断新卡霍卡 与南部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 那这样就把新卡霍卡整个包围住 包围住以后呢 就可以大规模的登陆 那乌军的下一步呢 很有可能呢 在等天气好转啊 就是现在地逆不合方向 它现在多雨 而且呢 这个天气呢 并不有利于渡河 所以乌军在等待 地逆不合方向 这个天气好转 可能呢 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进行大规模登陆 俄军呢 也在等待乌军这个大规模登陆 登陆地点呢 可能会是在克林基 也可能是在塔尔汉库的角 这几个方向 也包括在奥恰科夫方向 在奥恰科夫方向呢 奥恰科夫的西部地区 也出现这个乌军的机械 这是奥恰科夫 就出现在这个方向登陆 所以俄军呢 现在在地逆不合方向 也做了几个预案 包括 扎波尔核电站 这个方向 也可能会有乌军的特种队突袭 所以看沿整个地不合方向 乌克兰方面呢 已经做好了这个登陆的准备 另外今天俄罗斯方面呢 对奥德萨也进行了空袭 是报复乌军的袭击 就是在奥德萨方向 俄军呢 发射了超音速导弹 以及乌人机 打击了奥德萨的 港口 这是打击奥德萨港口 那么今天呢 在克里米亚方向这个突袭行动啊 也说明了俄罗斯方面 对克里米亚啊 他的这个 海岸的防御 对海岸的防御 现在来看呢 成为乌军下一步 突破的一个重点 因为俄军在克里米亚海岸呢 现在来看 首先呢 他如果派 大规模的舰艇啊 在海岸进行防御的话 会遭到这个 乌克兰无人艇 袭击你的舰艇 这样的话 俄罗斯方面呢 损失会非常惨重 所以他必须将这个 大规模的这个舰艇 部署在南部塞瓦索尔 或者向向后撤 撤到这个新罗西斯克方向进防御 那这样克里米亚方向呢 他就失去了外围的这个防御 特别这个无人艇 无人艇对水面舰艇啊 这个威胁是巨大的 所以现在美国方面呢 用这个无人艇 自杀式袭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所以造成了俄军在克里米亚 他的整个的这个海岸防御 能力在下降 那岸防系统呢 现在对空 还有对导弹防御 现在比较成功 但如果乌军进行大规模登陆的话 那么海岸上这些防御空中和海上目标 这种防空系统很难对付登陆部队 这就造成了俄州斯方面 在克里米亚整个的岸防 有出现巨大的漏洞 乌克兰呢 未来不排除 他会利用这个岸防系统漏洞 在克里米亚在这个方向 进行大规模登陆 这也不排除 这个登陆呢 未来可能会配合着赫尔松方向 从地域不合方向这个登陆行动 也就是乌军呢 在地域不合方向进行登陆的同时 克里米亚也可能出现大规模登陆行动 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前行公式 主要是攻击克里米亚北部 这个地匣 那造成克里米亚呢 他的这个北部 北部地区 就失去了后方 特别像 恰普林卡这个方向 如果要防御赫尔松 防御地域不合方向 那他后方 从地匣方向过来的乌军可以攻击 从他后方攻击 如果他向克里米亚方向防御的话 从赫尔松方向也可以攻击 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前行公式 那就会增加俄军整个的防御的难度 所以未来呢 在克里米亚 你看这海岸方向 乌军也会加大侦察力度 主要是北约要测试什么 测试这个登陆点 测试登陆点 从现在来看呢 从这个方向登陆的话 距离更近 距离更近 而且呢 也距离这个卡霍卡水库大坝 赫尔松方向 这个距离实际上呢 如果快速推进的话 能够很快进行前行公式 消灭在地域不合对岸的俄军主力 将俄军呢 推向梅里托贝尔 以及克里米亚的这个张科伊这个方向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俄军 在整个地域不合方向 整个的防御会非常被动 所以下一步在克里米亚这个 大规模登陆行动 要等天气好转 俄罗斯方面呢 也判断乌军呢 这个大规模登陆行动 可能会随时展开 我呢也会持续关注 未来呢 在克里米亚方向 有更多消息 我呢也会第一时间 给大家分享